HELLO 大家好 我是台灣 我們今天要來玩文明帝國6 好久沒有來玩啊 這個真的是已經事隔一年多了吧 今天要來玩永樂帝中國的新領袖 那原則上我在今天之前都沒有特別的去研究過這個領袖的打法 我有稍微的看過一些討論啊 只知道說他很強 那我看他的特色李甲這個特色 也確實感覺上是蠻強的 50%的生產力可以轉換成食物或者信仰值 然後也可以將100%的生產力化成金幣 人口10以上的大型都市每個人口每回合 加2金加1科技加1文化 那原則上這一個特色基本上就代表 其實中國有在永樂帝的輔助之下 已經不在像之前只能夠單走文化勝利 其實文化勝利在長城這邊他還是有啦 那這個長城然後虎敦炮 對虎敦炮 跟朝代跟替這幾個特色都是中國原本就有的 這個是沒有變的 那長城是本來就有的特色建築 他本來就是會提供文化值 然後旅遊業績還有金幣 那本身也提供防禦力啦 不過基本上大部分時候不太會看中他的防禦力這一點 因為你如果要走中國的話 以現階段來說 加上永樂帝現在看起來的特色文明 特色加成 其實主要你不會去走同志勝利 很難啊 以永樂帝的特色來說 你還是會走文化勝 然後但是因為永樂帝的科技值文化值的輔助 然後還有加上食物或者是信仰值的輔助 然後金幣的加成轉換這一些特色 你反而可以跳脫單純走文化勝利的 的枷鎖 那今天這場的話 我沒有特別打算要走哪一個勝利路線 就看到時候玩起來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應該不太可能會是同志勝利就是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開場位置 這邊先講一下我這邊有安裝了新的模組 就是 Better 我想一下 Better Balance Start 這個BBS的這個模組 基本上就是讓你的 初期的地圖 初期的位置可以比較好一點 那我這場選擇的地圖也是 Pengia Plus 基本上就是盤古大陸加的意思 那它會針對一些你初始位置的 一些布局會讓你好一點點 好 那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開局 這一個開局的位置沒有到特別 普通啦我覺得 但我覺得我現階段來說 應該會考慮 我想一下要怎麼樣處理比較好 我先讓勇士上來這一個丘陵 看一下旁邊喔 我是有聽說 勇樂地需要很多的加成 很多玉米啦 因為它食物的問題 但 要找到這附近還太遠了 原地開圖開成也不是不行 但我個人會有一點傾向於來這邊開 因為你這邊的話你這邊開成會有1234 四個 呃 兩個食物兩個生產力的 地圖格可以直接開使用 相對來說是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因為你這邊的話123 可是這邊也有一個 這邊其實也有一個玉米 其實可以作為早期用來 做 欸做那個那個叫什麼啊 呃那個灌溉的天啟 可以用來用可以用來觸發的 所以這也是可以考慮 那這個時候就要考慮說 到底應不應該要直接開呢 嗯 好啦 以這場來說我覺得我們先不要想太多 因為這一部分也算是我回歸來之後的 第一場 也不算第一場 我自己其實有個人玩一下下 但是認真來說是第一場 正式的遊戲 是第一場沒錯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在原地開成吧 不管那麼多了 那初始的科技 我們先來走個 照往常來走個畜牧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喔 李甲的信仰值 這一個我其實還不太確定 它的運作方式是怎麼樣 200個回合真的要200個回合嗎 還是說真 欸 目前我還沒辦法理解啦 人口數 50%的信仰值 嗯 花費一百一千生產力 好吧 沒關係我們先照 往常的邏輯去判斷好了 好 那我們這邊就讓 勇士 繼續去稍微的探一下周圍的路線 我可能會讓他上過來 這一個 丘陵讓他看比較遠一點 OK 目前周圍看起來沒有什麼特殊的東西 然後我們這邊距離北方是比較近的 欸其實也不算 基本上算在中間尾 中間左右 呃 算是中間 偏上一點點 好 阿對 阿對 如果你 這張 這一個模組 是 現在這一個視角的模組 呃 這個模組的那些連結 可以從基本 之前的都有可以看到啦 那 基本上我可能需要找一些 阿 enhanced camera 這一個模組 你可以讓你看到 這一個超距離 超遠距離的 放大的視角 這個我個人其實蠻喜歡的 一來是 這樣我可以更清楚知道 南北方我的位置判斷 然後再來是 你其實你可以捲到非常的近 去做一些你要的截圖 或者是 更進一步的視覺效果之類的 那這邊也要再補充一下 之前有 觀眾在詢問就是 要 如何旋轉視角 你可以按住鍵盤的ALT鍵 按住它之後 按左鍵就可以旋轉你的視角 你可以去 進一步的知道說 你現在到底是 偏向於北方還是南方 OK 那放開ALT你的視角 就會自動轉回來了 那我們就進 繼續來探一下 周圍的話 我目前周圍看起來 就都是很多森林啦 沒有什麼特殊的地形 奢侈品倒是有不少 這邊其實也有一個 菸草的奢侈品 這個算是 我覺得這兩個 這邊建造者 先來這邊拓一個 小麥 然後就可以觸發它的天氣 灌溉的天氣 也還不錯 如果前期沒什麼意外的話 我待會可能 這邊倒是有很多石頭 OK 那我們讓我們的 偵察兵 上去探一下北方 然後勇士繼續稍微的繞一下下 我目前還沒有特別知道要走哪一個部分 他待會兩個回合之後會開這個 可是這個是 建造者還需要十個回合 是稍微有一點久 我想要先弄一個頭石兵 先加強一下基本的防禦 那我目前這個難度也還是一樣是 直接衝神級難度 不管哪 如果真的死了的話 那那那那我也沒辦法 嘿 然後那這邊的話 這邊有一個偵察兵過來了 然後我原則上我會盡快的派我的 勇士先過去看一下 然後偵察兵回過頭來去探一下西方 先找到這一個 這野蠻部落的位置 他原則上應該在西南方這邊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可能會需要盡快的去探 先去擋一下那邊的攻擊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先來走個 製桃樹 因為我後續有可能 會先來走一下灌溉 但是這邊要考慮的一下是 要不要走採礦 因為我這邊附近其實是有一些森林 其實森林還算多 至少有三塊 這邊也有兩塊 所以我們之後如果可以搭配 呃 行政長官馬格魯斯 破圖者的話 那這個效果 會蠻好的 所以要不要直接走 我覺得我這邊還是先走採礦業好了啦 因為後續能夠搭配的東西其實蠻多的 那我們這邊讓 讓偵察兵先往下來去探看一下這邊 原則上他們待會 那個 那個 野蠻人應該 不是野蠻人 欸對野蠻人 野蠻人應該會派出 呃派出那個 也是對方的野蠻人 也是對方的勇士啦 出來 所以野蠻人部落在這裡 然後這邊有蠻多玉米的喔 123 那我這邊是有可能考慮可以在 這一區 附近 弄個 城市 原則上有可能會先開在這裡 然後這邊搭配一個港口 嗯 加山港口是偏 不好不壞 沒有到特別好也沒有到特別壞 普通啦 先這樣吧 先暫時不管 好 那我這邊的話我要先來弄建造者了 因為目前看起來 呃這邊有一個 這個是我想要先趕快把它弄起來 先做一個加成啊 那原則上 以目前來說的話 嗯 目前對於周圍的 周圍的那些區域 我目前也還沒有特別的想法 先暫時先不處理 嗯 我這場可能會玩得比較隨性一點啊 因為 還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 布局的 觀念我必須要重新抓回來 需要一點 一點點的時間 OK我們這邊遇到 高綿 然後這邊也順便把 紀律還有君主崇拜先放進來 呃哪個 萬神殿是還可以啦 我這邊用他 先 打一波 然後這一個 我想要讓他先退一下 然後這個讓他下來 看一下後面的狀況 那市政的部分我們先走對外貿易 喔這邊還遇到了德國 然後我剛剛忘記要給高綿 那個 那個 剛剛忘記要給高綿那個 那個 欸那個那個那個 代表團了 他現在不會接受了 可惡 好 我先來給 德國代表團 去盡量改善一下各國的關係啦 尤其高綿現在離我是有一點近的喔 這會有點麻煩 我周圍這邊 可能需要考慮在這附近 先趕快建個城 可是如果太近其實也不太好 再考慮吧 再看看 然後這一個 他現在待會應該會打這一隻 然後或者是這一隻 但是 如果 我讓這隻過來這裡 先擋住他一下 他會打他 那我這一隻就直接先原地駐紮 然後這隻讓他上來 他可能也必須去探別的路了 現在就會有一點麻煩了 恩 這一隻應該還扛得住他的攻擊 我這一隻 我這一隻 現在這一個是平原 草原 所以這隻過來之後還可以打他 然後同時可以觸發 劍術的 尤莉卡 所以我剛剛前面說錯了 不是天啟 是尤莉卡 OK 嘿 可以知道 確定一定是很久沒有完 好 我們這邊讓他繼續 偵察兵就往上來這邊探把 原則上這兩隻沒意外的話 應該是擋得住啦 因為你這一隻 我繼續讓他駐紮 駐紮本身會增加他的 戰鬥力 然後加上他又有其他的目標 所以應該是有機會可以擋得住的 我這邊再 往前 然後 讓這一隻 建築 建造者先來這邊 做這個桿 然後讓他出發尤莉卡 然後 這個 要不要做開拓者 這是一個問題 我看一下喔 目前關於人口的部分 他走這個我是覺得OK啦 然後他這邊弄了一個4的食物 我看一下 如果這樣走的 我看一下如果要做東西 開拓者 需不需要直接衝一個開拓者 這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這還不是首都 還是我需要再做一些防禦 因為我有一點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擔心這幾個 可能會扛不住這一個傷害 這也是有點麻煩 所以 我覺得現階段來說 因為這一個 部落 野蠻部落其實是有一點點煩的 然後加上 高棉現在對我是有點不爽 他們兩個其實都對我有點不爽 所以 我覺得我可能會需要稍微一點點的 冰 先出來 至少先做一個簡單的防禦 OK這邊真的弄死了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覺得我還可以先再攻擊一波 然後這邊一樣先繼續用防禦的方式 那這一個的話 我們先讓他躲進來 一下 因為這邊附近有太多的野蠻人 因為這邊附近有太多的野蠻人 這邊應該有一個文明在這裡 或者是一個城邦 感覺應該是 不一定 應該 看一下 虛線 我記得虛線應該已經是國家了 但是我不確定 有點久了 好 他過來這邊 那我這邊的話 這一個就可以讓他強化 然後讓這一隻進來把他殺了 也可以剛好觸發到鐵的 鑄銅樹的 尤里卡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還不想要做這麼多的東西 所以原則上 這邊應該會先跳 讓這個建造者先跳過 那我們來看 OK 這個是德國 所以德國的城市 德國要現在應該是還不需要擔心 原則上 德國要防禦 算是簡單的 可能這附近做個城市 然後稍微做個防禦一下 然後稍微做個防禦一下 其實就可以了 這邊距離城市過近 送到地形阻擋 嗯 這個倒是 第一次出現了 啊 我知道了 因為我這邊有放一個啦 所以難怪他這邊會判斷不行 那原則上我這邊會做一個城 然後 這一個把它移下來 可能 移到 也許 這附近來吧 之類的 那這邊可能就會有一個商業中心 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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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現階段比較擔心的是需要 處理這一個營地啦 那這一個 這個 勇士基本上快要升級了 所以他打他 然後他 他 這一個 現在就需要擔心 欸 但是他升級了 所以 我想一下 如果 我讓 我可能會先讓這一隻 先升級一下 然後 打他 他再回我的話 有可能這一隻 是有可能會死的 好像 我看一下喔 11 19 因為他如果讓他受傷的話 他其實傷害是會減的 我覺得我打他 他應該回擊打不死我 理論上來說 他應該是打不死的 然後我讓這一隻 喔 OK 還可以 稍微讓他探一下下 德國可能是現階段 必須需要先防禦的一個 單位 好 那這邊因為有點多了 所以 我先讓他 我覺得我可能會需要先把這一隻殺掉 喔 然後 我們讓這隻躲回來 我現在還在等新的這一隻 那個 新的這一個 頭石兵出來 他要先出來 我比較能夠打 下一個回合他會出來 那原則上 這一隻 其實也是有點 危險 這一個 那一個 那一個 頭石兵死 恩 沒關係我們讓這一隻出來 然後 讓這一隻 躲過來 這裡 這就是前期 你一定 一定要 先把 一些 危險先處理掉 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們這邊 我覺得 我覺得 因為現在有點被這一個 現在反而有點被這一個 部落 拖到一點 節奏 所以我個人認為 而且這一隻勇士其實是有可能會死的 我覺得我可能會需要再出一個勇士 比較妥當 因為如果這一隻勇士死了 然後 後面這一個 偷石兵來不及去補給的話 他其實也是有可能會死掉的 那這一個 因為他等一下會走過來 他可能會編我這一下 所以 可是我這一隻如果不移到這邊來 他待會一定會被殺 所以我這一隻會直接先把他 先打他一下 讓他待會如果真的走過來這邊的話 不一定會死 然後這一隻讓他先繼續躲著 這一隻 這一隻 建造者 認真來說的話 其實是有一點點 被拖到 老實說 好 沒關係 我們先來 且走一步 看一步吧 OK 高棉不是很喜歡我 我這一隻 直接回過頭來先打他 應該可以躲過 然後這一隻讓他出來 然後我們這邊先走過來這裡 高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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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沒辦法改善跟他的關係 我覺得我可能會需要先走一下劍術 因為高棉這邊 看起來是有一點危險 我這邊讓他先回來 然後 來走這邊然後打他一下 他應該是 他基本上是防禦得住的 所以這個是不用擔心 我這邊讓他先在這邊休眠 這個讓他這邊回個血 他為什麼會扣血 我剛剛有被偷打了一下 然後 想一下喔 德國現在目前跟我的關係是不錯 我先跟他 還不能夠接受友誼 沒關係 先看後續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可以出到商人的話 就比較OK 但我跟德國的關係就會比較好 好 這一隻的話讓他 讓他再打他一次 然後他待會可以升級 然後我們這邊讓他先回個血喔 恩 這一個 你看這個勇士已經過來了 所以我覺得他待會應該是有機會 會想要跟我開戰的 他應該會蠻想要早一點過來跟我開戰的 所以這隻先後退 先回過頭來防禦 你看兩隻勇士已經進來了 所以 這隻勇士要先出來 來這個位置 然後先駐紮 因為他待會應該是會打進來 沒意外的話 然後讓這隻先退進來 那 這邊的話我就必須再出頭石兵出來了 然後這一個勇士先到後面 他待會應該是要突擊戰爭我 然後讓這隻躲進來這裡 然後先強化 我先看有沒有辦法先持續的跟他 有沒有辦法弄到友誼喔 OK 他弄代表團過來 那原則上 現在應該是可 還是不行 好 那原則上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我還是需要先退過來 因為待會下一隻 下一隻那個 那個叫什麼 頭石兵會出 然後現在因為這邊也有 其實也有那個 那個 野蠻人的 所以其實算 野蠻人的 兵在那邊騷擾 所以其實如果他們打過來的話 野蠻人是會不分千龍照白的打他 我這邊要先強化出一隻弓箭手 因為這隻弓箭手目前 他其實也沒什麼事情做 但是這一個稍微都會有點拖到啦 不過 算了 我這邊先不管了 然後 這一個因為二十個回合有一點點久 恩 要不要先出鐵 這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 先出鐵的話 如果有機會是可以搞出一個 劍士 不過 我看一下喔 如果 這邊 現在應該是沒有什麼特別 真的 真的好用的 學院 所以現在其實也沒什麼用 我可以先用灌蓋啦 讓那一隻 欸 讓這個建造者至少有點試做 然後讓他先繼續探一下 我現在主要先關注 高棉阿 高棉真的隨時會跟我開戰 而且應該 不意外的話 很快 這邊也都先駐紮 OK 這邊 但這個可能拿不到阿 可能要關注一下 欸拿到了 OK 氣磚有一個天啟 這倒是 不壞啦 好我們這邊先來弄一下記憶 因為待會 沒意外的話 這一個 我這邊已經弄兩個了 所以 這邊如果還可以用到的話 就會有三個可以觸發的到 然後 正機正機 正體這邊 目前還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改的東西 友誼OK 那德國這邊至少 至少是不太 應該 應該我可以不用擔心他啦 但我這邊一定要有一座城 可以來做防禦 然後 這座城基本上 這座城都要起來 這座城 或許可以延後 但是 這座城基本上也是要做的 然後這附近也要有一座城 來阻擋這邊 因為這邊雖然說有一座山 看一下 一二三 一二三 周圍這邊是可以擋得到 但我這邊要有城 可以去 把動程度拿起來 OK他開 他對我開 他對我開戰 阿德國在生氣個屁 好 沒關係 我們這邊的話 因為我剛剛有預期到啦 所以說 我這邊已經可以用空箭去 開始打他一波了 那這兩個空箭這樣打進來 基本上他就死了 然後 這一隻勇士還是可以先駐紮 這個勇士也可以先駐紮 因為他們傷害 基本上我認為是打不進來的啦 因為我的弓箭手都已經出了 其實他們的科技現在領先我不多 因為這一次更新之後其實 呃 欸那個那個 這次更新之後 那個 電腦對於科技和文化的配置 有做了一些改變 所以他們其實是打不太進來 欸應該說他們不會瘋狂的去充科技 以前的話是會瘋狂充科技 他們可能到 50回合的時候已經有2030的科技了 可是他們現在會稍微平均一點 好 因為我現在已經有弓箭手了 所以他們 這一個AI基本上是打不太可能打進來的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這一個勇士啦 這一個勇士有一點太走進來了 我認為他可能 也許有一點突貌不軌 然後這邊讓這隻弓箭手可以偷打他一下 然後這一個先繼續駐紮沒關係 先繼續駐紮 好 這邊的話有一個 真野蠻人 他應該在這一區 不 有一點不想理他 我先繼續探個路 因為目前 呃 時代分數有點低啊 一直被那個 一直被 那個不 欸那個叫什麼 野蠻人還有高綿影響的關係 這邊遇到康體 宗教類型的 不好不壞 下一回合會有萬神殿 我們可以 看一下會拿到什麼 那這邊的話 剛剛也許留下 這一個野蠻人的好處就是我可以 當作騷擾去搞他 然後這一隻可以出來 然後這裡可以把他打掉 可以再削弱他一下 那這一隻 那這一隻 攻箭手 之所以不傷害他的原因 是因為他有可能會讓野蠻人 先優先打他 然後不打我的勇士 因為我的勇士 其實現階段是比他的 偵察兵的 戰鬥力還要強的 所以他可能 不會打我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先衝一下 我先走一下 科技嗎 先把科技弄起來 然後讓這一隻 可以先去改良了 然後萬神殿的部分 萬神殿 其實神聖之光是有機會 因為後續的話 人口起來之後 我的每回合科技 會自己慢慢的起來 應該說十個人口之後 但是我看一下後面還有沒有什麼 建造者這邊 我這邊現階段是不太需要 再一個免費的建造者了 所以現在的話就 這一個就可以不用選 然後 開拓者 那一個是一定被選走的 所以那個沒什麼機會 我這邊應該會選擇 神聖之光 神聖之光 選了之後 其實 現階段來說 因為我不一定有機會 弄得出 那個 宗教 所以其實 正體這邊的君主崇拜 是可以 看狀況拿掉的 那我這邊的話 會先直接 他有辦法打到他嗎 我看一下這一隻先打他 然後 讓這一隻過來把他清掉 那這一隻 看有沒有 我想要把這一隻 打掉他 可以 好 那 這一個的話 我有點想要走過來這裡 然後 待會下一個回合 把那一個 把這一個 菸草也買下來 然後這個交易 我們先來跟他 先做個開放 邊界 然後 交易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 這邊我可以把他的 106金幣全部拿過來 我覺得 這一個 這一個交易是非常不錯的 因為他會給我 106金幣 他所有的金幣都會給我 而且他同時還要給我 30回合每回合金 一金 其實是不錯 因為你會把他所有的金幣都偷走 這對AI來說其實蠻重創的 因為他這樣等於 每回合 以現階段來說應該是 每回合不到10金吧 每回合5金其實 對他來說他的壓迫會很大 然後我這邊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弄一個商人 或者是紀念碑 應該是先弄商人 然後看有沒有辦法跟誰 做到一點貿易 這樣可以改善 或者是維護一下關係 那這邊的話 我看一下喔 先用他來攻 然後讓這一隻 走回來的話他應該是沒辦法攻擊了 但是沒關係 OK我們這邊的話 可以跟紐倫堡先做一些貿易 改善 繼續維護一下關係 那這邊呢他先繼續回血 回血 然後這一個 地 購買嗎 不行 差一點點 因為我剛剛有買那個商人 但商人其實現階段來說還是比較重要一點 所以這一個可以先跳過 然後 我們可以讓 現階段這一個位置是有一點尷尬的 因為這兩隻都會打我 所以我讓他先過來 然後這一個過來這邊繼續探 原則上高棉的兵力應該已經快要不夠了 但是我怕的是他們科技可能會持續的增強 而且我現在的 那個 時代分數太低 這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這邊的話我會先讓 因為待會我下一個弓箭手就要出了 所以其實 兵力分佈的問題是沒什麼狀況 所以這邊可以讓他先見 那這樣的話這三個就都有了 然後 這個我先讓他回來 他不用特別的主動去攻擊 沒關係 現在主要的問題是 那個 痾 時代的分數有一點狀況 可能到時候會有 會有可能進到黑暗時代 但沒辦法 因為我一直沒辦法去處理 這一些東西 所以 是必須要忍受的 痾 這兩隻 理論上應該是都可以不用動 這一個的話 這一個我可以讓他 他 考慮先升級 這一個 佔領自己然後加強的 好 我現在該弄紀念碑了 因為已經被拖到很久了 好 看一下這個 這邊原則上沒什麼東西 恩 嗯 高敏還在 還在派兵過來喔 都已經被打成這樣了 還一直派兵過來 真的是 不是很理解啊 痾 這一個 先讓他駐紮 然後 我覺得他可以出來了 他可能會打我 但是 傷害不大 OK 他還是有在持續的派兵過來 這也是有點麻煩 我們現在就有點像是在大混戰 痾 痾 這邊的話這個可以先放下 然後 我想要先讓生產力先起來 然後 有機會的 因為現在還是有機會再碰到滿足 所以暫時先不動 痾 這邊的話 弓箭手可以先打 看一下喔 弓箭手應該可以先打一下這一隻 然後 這一隻弓箭手我認為要先回過頭來先保一下前排 然後這個弓箭手把它清掉 痾 痾 這兩隻在這邊駐紮 理論上這一些兵是打不過來的 所以 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痾 現在這一隻 那個 鎮裁兵可以來看一下這一個位置 好 痾 原則上我現在也許可以考慮弄一下氣磚 或者是鑄銅樹 其實打氣磚弄起來是也可以 因為如果 他現在一直這樣打我 他有可能會逼迫的我不得不走向 稍微的統治 所以如果我可能要反打一波回去 或者是至少弄一點防禦的話 遠古成長是好事 而且遠古成長後續也有機會可以做一些 在寶藏市政取起來的時候可以找到一些旅遊業績 那 鑄銅樹其實也不差 我可能會先走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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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